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久 意识陷入昏睡 魂体被送往天界 一户法童子前来迎接 手中拿着菩萨的旨意 对我说 记得回阳市书写出来 以下为弟子所见 X国 一个还在发展的小镇上 皮肤有黑的劳力工作者A 卡布劳累一天后 回去房里休息 心中充满对工作的怨气 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命运如此 别人出外工作都能得大富贵 偏生自己和哥哥 却又生在贫苦之地 辛苦劳累 也只得三餐温饱 童子在调动影像 A 卡布和许多人兴高采烈地看着鸡鸭饭商 给他们送来一只肥大的白鸡 趁了重量后 付钱准备把某烹杀 他们不知道的是 附近烹杀鸡鸭之处 有许许多多的鸡鸭灵体 非常仇恨地看着这些人类 意念里满是对他们的怨气 这个地方吃活杀鸡鸭很厉害 许多杀生的场景浮现出来 被绳索绑着的鸡 用蛮力按着鸡的人 捉到厕所后面的空地 一刀割破喉咙 激发出痛苦的叫喊声 血从喉咙大量喷出 满地的血 鸡的意念传来 好痛啊 喉咙在湿血 我恨啊 为什么如此的残忍 为什么杀我 我害怕 无助 痛苦 慢慢地 鸡全身血液流完 死去了 野蛮的人放完血后 开始用开水拔除鸡毛 然后用刀砍杀切块 鸡的灵体还未完全从鸡的胎体脱离出来 此刻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被强硬切开 即拔除毛发的痛苦 充满怨恨黑气的灵体飘荡在那个空地附近 看到快乐享用食物的人类非常仇恨 其灵体依附在这些人身上 让他们精神痛苦 破坏他们的生活 动物灵体依附在这些杀生害命的人身上 强烈的怨气让他们不得人喜 老板及客户看到他们就会起厌恶之心 造成他们生活上各种的不如意 童子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杀害生命的人福报短浅了吧 你们众生不要再去做那杀生之事了 很可怜的 相反 放生的人 心里的慈悲心会不断增加 恶气会远离 你们千万不要再去吃昏了 这个肉是吃不得的呀 里面多少细菌你们都看不到 说完 魂体被带回洋室 我醒了过来 弟子 马来西亚 2020年3月9日 答 就是告诫人类 不要去杀害别的生命来生活自己 这些都是无道德的事情 伤害别人有很多种 杀 盗 淫 妄 酒 都会伤害别人 只是轻重缓击不透